东西问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中医社记者刘湘霖 我们今天来到川鱼共建 古生物与古环境协同演化 重庆市重点实验室化石修复中心 在这里我们跟随实验室的主任戴辉 一起来聊一聊大家感兴趣的恐龙等古生物话题 恐龙化石形成它有几个条件 就是说之前我总结一下大概有几个 比如第一个它恐龙要死对地方 比如说我们恐龙死得离水缸比较软 就在我们陆地上它很快死亡过后 就被我们的食物动物等等就把它的骨骼 就把肉吃了骨骼也损坏了 它就没法没有保护成化石的这个实体 所以它要死在哪儿死在水边 然后我们的洪水啊我们的水牛啊 带来下一步成绩物把它迅速的覆盖 这样的话避免我们的食物动物 或者说食肉动物把它吃了 第二个呢覆盖过后还需要一个地壳润动把它压下去 经过高温高压的这个环境呢 它才会跟我们的银石进行一个交代作用 把我们骨骼的成分和我们银石进行交代过后 它就变成了一个银石的成分 这样经过就是很长一段时间 它就会慢慢的变成化石了 好厉害呀 为啥呀 化石啊怎么能用手摸呢 这化石不是食物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一般情况下呢 就是我们重要的骨骼化石都是戴着手套去触摸它的或者去拿它之类的 但是呢我们的恐龙化石大家可以看 它确实刚才他说的 这就是一块石头 它确实实化程度非常的高了 就跟我们的银石差不多的 硬度啊之类都非常的高 平常我们就是拿手偶尔去摸一下它 或者我们修化石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戴手套 都是激光都是拿手去摸 这样它修得更精细一些 其实这个手的触摸呢 对于我们恐龙化石的损害呢 其实是非常小的 这个是恐龙的骨头 但是不是我们中药所说的这个龙骨 我们中药传统中所说的龙骨呢 其实是我们哺乳动物的化石 大家可以看 这个恐龙的骨骼 其实已经是一块完完全全的岩石了 也就是说这块石头它怎么能入药呢 把这石头放在药 也就是在我们中药里面掺了一些石头沙子这种感觉 对吧 所以它不是我们中药所说的龙骨 这些恐龙化石为什么会有不同的颜色 是我们故意就是把它上色上成这样好看一些的吗 其实不是 我们在恐龙化石装架的时候 就是非常尊重化石原来本色的颜色 也就是说化石原来的形态是什么样子 我们复燃就是一定是什么样子 包括它上面的那些古纹啊 裂纹啊等等 我们都会把它复燃出来 如果我们的恐龙化石埋藏在 就是那种含三加铁离子比较高的那种层级里面 就是红色的颜色里面 如果埋在那种颜色里面 那它的恐龙化石一定就是那种红色的 砖红色啊这种 但如果埋在我们就是 环然环境那种灰黑色的颜色里面 那它形成的化石就是这种灰黑色的这种 这种化石 所以说每个恐龙化石的颜色 不是恐龙本身谷歌决定的 是由恐龙所埋藏的环境 埋藏的成绩环境 以及埋藏的唯一的颜色决定的 各位网友 大家知道我在亿万年前 是恐龙统治咱们这个星球 咱们天上飞的这个翼龙 水里游的蛇颈龙 还有陆地上跑的这个霸王龙 这下我需要打断一下你 就是说你刚才说到了恐龙统治了整个地球 你举了例子有包括空中的翼龙 然后水里游的蛇颈龙 其实我想说的话 你刚才说到的翼龙和蛇颈龙 它都不属于恐龙 只有你刚才说的陆地上跑的霸王龙 我们的马门系龙它是恐龙 这是一个分类学的问题 带龙的就一定是恐龙吗 对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带牛的一定是牛吗 我问牛是不是牛 我们现在所说的恐龙一般都是指我们陆地上跑的这些四个脚着地的 霸王龙是两个脚着地 我们四只的就是那种在路上跑的 但是我说完这个问题肯定网友会说空中飞的一定没有恐龙吗 经过这20年的研究 我们空中飞的也有恐龙 就是长羽毛的恐龙也飞向蓝天了 我们大家可能有一个普遍的认识 在六千六百万年轻白鹅进末去的时候 我们的恐龙是经历过一个大灭绝全部都死亡了 但是经过目前我们的研究 更主流的观点是有部分的恐龙引化成鸟 我们在人教版的四年级的语文课文里面有一篇课文叫做飞向蓝天的恐龙 讲述的就是我们有部分的恐龙长出翅膀飞向了蓝天 所以说我们这些鸟类 比如说我们的鸡呀鸭呀 其实就是我们的恐龙的后裔 我们这很多学科 其实在中西方都有一些合作 我们在古生物上的合作是非常密切的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比如我们研究命名的那个普安云阳龙 它都有我们还有那个我们的原始发生龙 都有我们的国外的学者才能进来 对吧 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 因为我们恐龙学是一个材料科学 就是说我们发现了 某一个就是恐龙或者某一个化石 那我们需要跟就是 同类型的或者相似类型的 全世界的这个发现的恐龙都会去进行对比 那我们有可能会对比国外的标本 对吧 那个在比如说 像我们现在这个时期疫情期间 我们没法出去 那我们就需要国外的学者 帮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标本的 就是我们需要观察的特征 比如说我们 我这个云阳龙 我当时研究的时候 跟我们国内的标本都进行对比的时候 发现他跟我们国内同世界的很多恐龙 就是瘦角类的恐龙都不太一样 那我就找到牛津大学的柔教老师 然后帮我们去看一下他所研究的大型瘦角类的标本 正好呢 他帮我们去拍了一些扭椎龙和美扭椎龙的那些 就是同部位的那些特征 让我们去对比 他发现我们这个龙跟他的那个 研究的牛椎龙和美扭椎龙有点类似 经过我们对比呢 也让我们解决了一些 就是形态学上的问题 这个我们对比后才确认 它就是一个新属性中恐龙 我们才命名了普安云亚龙 这个就是我们在古松很常见的 还有就是说我们中西方呢 在古松学上的一些特征 因为我们中国地大五国 古松化石自然非常的丰富 所以我们很多学者呢 更致力于去做形态学的研究 还有就是说我们基础的一些研究 而西方呢 特别比如我们英国的学者 近几十年在他们的国家 很少发行古龙化石 那他们做古龙都叫什么呢 就做一些新的方法的研究 比如还有些系统引化等等 这方面的研究 那我们跟他们一起合作呢 把他们擅长的和我们擅长的 一起结合起来 那对于这个标本 研究的就更加透彻了 那我们的这个标本的价值 发挥的就更大了